今天的政治话题来看到 民进党在败选之后 全面检讨对中国政策 今天召开了第一场华山会议 广泛邀请参与人士 扩大探讨对中国的政策 民进党首场华山会议 广邀党内大佬 明代 于县市首长 探讨对中国政策 前党员沈富雄也受邀出席 而刚从香港回台的谢长廷 近期在两岸交流上动作频频 引起关注 但谢长廷只停留一下 就赶去上政论节目 中国因素已经长驱入台 中国的对台政策 也越来越灵活 越多变 越细腻 不管你习惯或不习惯 台湾都必须正面影响 积极因应 今天在复杂困难的环境中 我们重新来探讨 我们心中的初衷 面对中国 台湾不能放弃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我们要追求的理想是什么 首场会议 讨论民进党两岸政策核心价值 据转述 与会人士在两岸交流 必须坚守主权 遵循民意方向 意见一致 至于具体政策细节 在本次会议中没有太多讨论 我们不赞成 国共交流的平台 我们希望能够跟中国的民间社会对话 庶民的中国对话 所以我们 无需要抄袭 过去国共交流的架构 那我们 也无需要去竞争 北京的支持 民进党预计年底前 召开九场会议 分别就政治 经济 社会 安全等面向讨论 其中一场安排讨论两岸公民参与 并由前主席蔡英文主持 新唐领的电视 沈维彤柳姿营 台湾台北报道